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打实况足球2017的亚冠杯 上一场咱们主场赢了普和 今天咱们客场再赢他 上次没有最低消费 今天咱们在客场给他来个最低消费 好 咱们马上进入 客场最低消费几乎不可能 但是我记得上次咱们客场踢他可是5比0 好 咱不说 马上进入 普和红宝石 普和红宝石的主场应该是 奇遇 然后是奇遇2002 这个主场 我当时去过这个现场 是世界杯的主场 也是很不错的主场 大家请看就这个 Saitama Stajian2002 非常不错的一个主场 也是上下两层 非常的大 咱们TT 我再找找这个主场的感觉 Abeyyuki是他的队长 好 咱们总开球 我先从 我又从右边 这红宝石我还以为是我呢 他和广州宏大的主场颜色衣服一样 正龙 正龙这套大了 脚球吗 脚球 OK 正龙骗个脚球 怎么样 没有了 好 咱们再来 我一开球 我还以为我是红队呢 原来火红宝石也是红色 我忘了 看的真不习惯 一红一黄 都是广州宏大的颜色 这球没了 我容易看穿了 简直啊 哇 对方加强攻势啊 不好 打张林鹏的身后了 OK 保铃鸟 传到前线 他们管日本的解说 管前锋线叫前线 把球传到前线了 OK 咱们现在又传到他的前线了 高拉特鱼 啊 没 打上了 但是被他挡住了啊 确实很危险 但是咱们还要找到 打开敌人的这个防线的办法啊 保铃鸟 正志 黄伯文没了 每次最后一脚的终结者 都是黄伯文啊 OK 机会 OK 打在门柱上进啊 漂亮 OK 这脚没有按按二键啊 直接进区外抽射 好 咱们领先一个球啊 有一个客场进球 再来啊 OK OK 犯规 正志犯规啊 拖后 这个 后腰的位置 就是犯规的位置啊 他不犯规 这个球就让对方过去了 所以有人说 正志下手太狠 不应该这么说啊 后腰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属性 OK G马 再来一个 OK 我发现原来 等着恒大在客场 如你最低消费啊 对普和 仅仅是对普和 好赛来啊 咱们上半场就完成咱们的目标 他加强了短传 他这脚传的很不错啊 看来这都是套路 脚胸啊 脚胸 OK 曾诚很少有这个 表现的机会啊 阿贝 带多了 有时总想认为 对方断不到你 其实老是 有这个侥幸心理不对啊 对方一接近 你就赶紧出球 这是正确的做法啊 不好 无头过来了 无疼 这是他的年轻过脚啊 OK 高拉特没有断到啊 阿贝 他的队长 机会 这马 高拉特赶紧上去 OK 就是他了 没打上 又没打上 我刚刚高拉特就想起脚啊 结果这个 晚了0.5秒钟 还有 正龙 穿给了进马 穿身后 高拉特 黄波 温 一看到黄波温 就知道这个 进攻已经终结了 机会 高拉特 这个角度太小了 对方没犯规吗 OK 红霄亭 红霄亭冲得太猛了 没了没了 机会 正龙 正龙抢的不错 可是射门 原谅哈 OK 获得一个脚球 没了没了 脚球 感觉就是把这球 送给对方门匠一样 从来就没进过球 机会 机会 呛死保利尼奥 我打一脚 终于保利尼奥打一脚 虽然打飞了 保持住势头 再来 布兰克里尼奥 斯拉档 斯拉档 OK 张立鹏 没方 前场咱就得逼抢 OK 正志 这马抢到位了 只不过呢 他打高而已 再聊 我觉得 过普和应该是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下场决赛 应该是对一个西亚球队 是哪个球队呢 我回头看一下 哇 Lose ball 丢球 OK 空荡出来了 李学鹏 正宏 黄伯温 又是最后一下黄伯温 黄伯温的比赛应该说是中规中矩 偶尔就计较这个神来之比 没有打上力量 OK 上半场结束 还好啊 我领先的比较早 所以这场比赛 记起来呢 相对比较轻松 北四豪也这么说 他说这个广州恒大 得了一分 然后呢 他就按照这个气势呢 就又拿了一分 是这么回事啊 哇 子拉档 武藤 OK OK 他前场好像投入的兵力不是很多啊 现在已经多起来了 他的中锋好像不是这个强项啊 李中诚 但是李中诚现在应该也是替补 没了 哦 没了 应该是没了 布朗克里切 机会 黄波门 高拉特 哦 高拉特是绝好的机会啊 哦 不怪高拉特啊 他其实已经打上力量了 还有机会 再来啊 下面上 咱至少再近点一高 这一码 高拉特上来了 这码 OK 高拉特 不是这码啊 OK 高拉特 好 那么咱们客场完成最低消费啊 接下来应该就是进入了篮球比赛的垃圾时间 还不能叫垃圾时间啊 咱们还不能大赢啊 好的 后场咱们断道啊 咱们再来一个啊 哇哇哇 正志 正志 正志这脚船小了 OK 他还敢踢人 你学坊没理他 这码 哇哇哇 打得太正啊 哇他还不打脚出 真敢玩他 哼 还是舍门员不敢大赢啊 好了 这码的 高拉特呢 来了 哇哦 我觉得就是一个J马 一个高拉特 他们射门的力度是很大啊 其他的球员感觉都是软绵绵的啊 传给了对方 我的犯规哦 赶紧 好的 李学鹏 机会 J马 这球必进啊 OKOK 这种球这么大的这个空档在不进啊 好 客场4比0啊 我记得商场在这个体育场替他是5比0啊 嗯 咱们今天继续完成那个目标啊 好 再来 咱们还差一个球啊 高拉特 G马 他主要这个日本球队吧 他不像中国球队 这么投入 机会 整龙 整龙画的有点不像 没跃位吧 OK 应该说是进入比赛的垃圾时间了 斯科拉底应该把我的主力换下去啊 G马 高拉特 正志 さあ 繋がるか ここまでご覧になっていかがですか 北沢さん 宝州高台としては 無理して人数をかけなくてもいい状況ですよね 今は守備に集中して 隙があったらゴールを狙っていくスタンスでい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ね 呵呵呵 北泽豪 北泽豪说 他说这个广州恒大呀 你不用再攻了 你不用 为这个进攻投入这么多兵力了 你就防守住就行 啊 这个北泽豪看来是比较保守啊 高拉特 高拉特没血了 很有体力了 啊 没传过去 这种球应该传不过去啊 毕竟是职业球队了 哦 解释说 我这个传球比较危险 确实是啊 回传门将的话 有一定的风险啊 高拉特 没有断道 这码 OK 你去 哇哦 自己传错了 啊 再来啊 正志 OK 高拉特 高拉特就是没血了 美中部足漂亮 这个传身后 Slow Pass 还有吗 啊 没了 OK 还有机会啊 黄波文 这个船身后这个设计 真是太棒了 好多战术都靠他 这谁打得软绵绵 风潮亭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赶紧回去 风潮亭跑来射门了 李学鹏 不是李学鹏 这是 张林鹏 不好武藤来了 哦 也很危险 武藤画得很像啊 看来这柯纳尼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球员建模非常的认真啊 看能不能完成我的既定目标 OK啊 他还往回带胆子不小啊 张林鹏 啊 出界 哇 他换人了 好像是李中成 又是李中成 老对手啊 冯潮亭 这怎么是冯潮亭 冯潮亭 冯潮亭哪去了 将棋 哇 我应该啊 应该传正龙队了啊 这脚传的不好啊 Zlatan OK 断倒他 冯潮亭 冯潮亭和这个冯潮亭 有时候我老分不清啊 他这名字 机会 正 正龙啊 正直也没打到 54分钟啊 别让他偷一个 Zlatan又来了 别让他偷一个李中成 一看到李中成我就放心了 跟看到黄伯温一样 OK OK 克场4.0 还算可以啊 保丽尿 保丽尿的这个建模 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非常的真实 就是中国选手的建模 稍微插一下 希望下一代 克纳米把中国选手 也弄得好一些 毕竟现在中超 很土豪嘛 对不对 我看啊 我对下场 对阿尔阿利 阿尔阿利 对吗 这个队我还不太了解 我可以多查一下啊 哦 这应该是进入决赛 亚冠杯决赛 然后呢 啊 果然 咱们下场 克场对战 阿尔阿利 应该是阿尔阿利 这么翻译啊 哦 看来是要打西亚队了 哦 那么好吧 这个视频呢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呢 下期继续更新 咱们足球的视频哦 也希望您能够 追关注小马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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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